这位台北政治大学去过的人都知道呢 他的这个地势比较这个起伏 在后山是要爬山的 学校最近在后山校区设了一座电梯 不过学生骂翻了 这座电梯耗资三千万 大部分是校友捐赠 捐赠的名单里面还包括了校万长夫妇 包括了周美清 电梯花了三千万做的美轮美奂 但去年完工以来没有拿到执照 迟迟无法启用 而学生也有意见 学生说学校有这三千万 为什么不拿来补助学术研究 却打造这么一个豪华电梯 认为不符合实际 就是这座政大赤资三千万打造的校园电梯 顶端圆盘的造型乍看很像是飞碟 因为沿着河畔是条垂直通往思想道路的电梯 学校还取了优雅的名字叫做水岸思路 校方标保给学生方便免爬山坡 搭个电梯就能直达七层楼高的一文中心 但自从去年完工以来迟迟无法启用 重点是砸了三千万被学生骂翻了 看政大这个造价千万的学生电梯 学校说要给学生便利性带问题来了 因为沿线的自行车道根本没有学生会走进来 大部分就是搭校内公车不然就用走的 有人会专门这样骑脚车下去去搭那个电梯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吧 比较不实用 因为平常真的要到合体去的机会还蛮少的 学生的抱怨不是没道理 校园中一员公车一台接一台加上连接电梯的自行车道 学生要下去还得绕一大圈何必舍尽求远 有学生就说了为了打造这座电梯甚至牺牲学生福利 那到底三千万资金从哪来 电梯底座的感谢名单 贺见知名校友名单 总统夫人周美清 还有前副总统肖万常夫妇 也有民间企业个人一万到十万的小额捐款 累积金额才一千一百万 那剩下的一千九百万呢 就是校园基金啊 简单讲就是学校这里的钱 但这座校园电梯是当初政大校长吴思华打造校园计划之一 现在却被学生嫌贵又不使用 新轻人张浩凡周宇的台北采访报道